中秋节吃月饼最常配的饮料就是茶饮 目前正好是秋茶的采收期 贵在云林县最高海拔的石壁社区 这里的日照和雨量都很适合茶叶生长 因此生产出来的茶叶品质非常优良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制造出好茶的 目前正是云林石壁社区秋茶的采收期 要制作上等茶 制茶师傅的功夫和经验是重要关键 做这个茶叶不能伤到它 要很小心 你刚刚用很蓬松的力气 对对对 是这样把它抱起来 不能去揉到不能去采到 也不能把它捏 捏到之后它会伤到 伤到做起来的茶 它就比较会苦涩会 水色会变红色 有这个茶叶很干 还煮它 第一步先日光尾雕 新鲜茶叶均匀摊开 太阳曝晒让它干燥 接着室内静置 揉碾减少茶的体积 不揉之后就是把茶叶干燥 破坏茶叶中的茶酵素 至少反复动作三十次才大功告成 一般制茶时间大概需要两天 早上茶叶采回来 就要先尾雕 日光尾雕消失一些 要适当 这个不能完全说要看多久 要看太阳晒多久 要以本身的做茶师傅 要下去看它茶叶本身有多少水分 所以这个很难交做茶 要让它本身自己去体会经验累积 才能做好这个茶 石壁社区位在云林县最高山区 海拔一千六百公尺 由于日照充足 雨量适中 因此出产的茶叶品质优良 时尽中秋和三五好友 相约品尝绝妙好茶 是人生一大乐事 新唐野台电视 陈寗修较立芬 台湾云林采访报导